韩国瑜透过今天来看 包括我们ETT所做的相关的民意调查 特别是今天公布的苹果的滚动式民调 还是在下跌ing的状态当中 他个人民调会不会也带衰 国民党整体区域绿委的民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调相关的细节 在郭台平董事长宣布退选之后 从上一次韩国瑜的33.3 对上蔡总统43.7 虽然是输这个制度 但是竟然还持续下修到27.5 奇怪的是蔡总统虽然目前是 上次调查45.1 可是在郭董宣布退选之后 不参与元署之后也掉到37.7 所以虽然蔡总统还是赢了 韩市长但是两个都双双往下修正 这倒是一个蛮奇怪的现象 等一下有请几位专家 在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那苹果做了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这个little box window box的一个小统计 他说蔡涵对决民调 与关键事件的相关 7月9号蔡英文34.5 输给韩国瑜的42.1 韩领先7.6个百分点 到7月30号21天之后 蔡总统35.4还是一样输给韩市长37.8 但距离明显拉近 韩只领先2.4个百分点 到8月19号蔡总统以42.0的制度 很明显赢过韩国瑜的34.2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韩国瑜遭报 在巴厘岛打麻将这件事情 那这一次蔡总统逆转 以7.8个百分点赢过韩国瑜了 再看到8月26号 蔡总统39.9制度 赢过韩市长31.1 那领先幅度稍微缩小一个百分点 到6.8%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郭台铭 柯文哲 王金平 三强结盟事件 在那时候是新闻的焦点 一直到9月18号 郭台铭宣布弃选总统 蔡总统民调稍微下罚到37.7 但是还是赢过 这个韩市长27.5的制度 领先幅度扩大到最大的百分 10.2个百分点 博弈怎么看 这个民调的一些 跟一般人的尝试有点违背 我想一般人尝试 不是说大家没尝试 很多人觉得说 不是过的外申 这个韩国民调不是要起来 这样不知道对 为什么反而没拉起来 过去把韩国 把郭董市长当作国民党 的头号战犯 这个理论来讲 不太能够成立 你的看法 包括那边高宏安 也呢 他们最新的滚动式民调 也来讲 也是输 蔡也是输给 蔡还是赢含 13个百分点 如果没记住 13个百分点 可是郭在那次 最后一次滚动式民调 他们自己做的 郭还赢蔡总统 3个百分点 最大的障碍 如果是郭台铭 石头移开了 你应该有点长进吧 结果没有 不好意思 我的预约 或许比较不那么客气 你的回应是如何 是我们用一句股票术语 还在盘整中 盘整中 OK 因为这事情刚发生 对很多郭董的支持者 其实是有点气愤 会有点难过 这个时候你说要郭董 马上来支持国民党 或者是郭粉 马上来挺国民党 我认为是有点难度的 这段时间 我觉得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韩国瑜市长 目前民调到什么程度 我认为这个27.5% 是他的基本盘了 你就是说这27.5% 原则上只要国民党未来 或韩市长不要出任何状况 绝对不会再低于27.5% 我觉得是最基本的盘 而未来状况随着选战越来越靠近 我认为蓝绿的对决态势 已经越来越明显 因为目前看起来 已经没有第三咖了 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有利的第三咖 所以随着泰势越来越明显 选情越来越紧绷的时候 你说还会有韩粉 或者是国粉的问题吗 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那个时候就只有中华民国粉 所以就说越大后起的时候 我认为郭粉的态度会渐渐软化 靠回来我们国民党 只要我们国民党 韩市长我们国民党整个的方向没有错误 我们的给民众感觉是有信心的 我认为这个之后再回流 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反而是现在我是要觉得说 我觉得你来了 我会觉得我们的民众党 我们的科科市长这个就 要自己加油了 不要再老是蹭我们的郭董了 你们赶快去重募款吧 因为你们接下来你们的不分区域 区域立委 光领表费用就要破千万 本来我知道你们打算 可能是找郭董来募募款 可以容易渡过这个难关 但很明显现在已经没有了 郭董现在他决定不选 我们不管他原因是什么 表示郭董享受他自己的路 但是就郭董的政治光谱来看 他再怎么说也是偏难 未来我相信 就算有任何要政治合作的议题 他一定会选择跟国民党来做合作 这是一定优先的选择 所以你说郭台铭 郭董 会不会派他自己的人 出来选区域立委跟国民党的人 对决 对打 我认为机会是不大的 反而是我觉得你们 把你们民众党这些事情做好 柯文哲现在 不管他到底是被放鸟 还是自己决定 他已经不选了 你们不要再来 扰动我们郭董的情绪 你们的资源 你们的需求你们自己处理 我们国民党 当然有我们国民党拒解问题 我们国民党内部 在这段时间之内 我认为刚刚讲在盘整 什么叫盘整 就是还有得谈 而且还需要谈 还努力要去谈 我也希望我们的党中央 不管是韩市长本身 这是第二次机会 本来之前说郭董一直 那样分分合合 他这回也退选了 把握这个机会 好好的重新再去沟通一下 我相信未来国民党跟郭董 还是有合作的机会 而且如果真的能够合作 这个民调我相信会 瞬间的上升上来 一定会有很大的转变 施宇 您刚才讲说 柯市长在等 郭台北董市长的金元 昨天在我们节目 这个高宏安他也亲自跟这个周宇修两个人亲自对话 他说他公开讲 他不仅在我们这里讲 在另外两个政论节目都讲过同样语言 他说郭董曾经亲自问过柯市长需不需要经费的资源 董事长说 柯市长说我不需要 包括立委等等选举 他说我都不需要 说我的选举有我的方法 这是郭台北董事长这方面公开的澄清 我补充一下 周筹逊也告诉我 他亲口第一次见柯P的时候 问他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柯P都说不要 那钱呢 柯P也说不要 都不要 真的他没有开口要过钱 真的完全不要 OK 一个我们知道选举什么都要 包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财务资源 就金钱的挹注 柯市长过去的选举靠小额募款 他设定一个募款目标 三千万四千万 搞我就close 关账 操资算他自己的 再去把这个陈佩奇医师说 没房子再带一下 借了一笔钱 怎么跟大家说明一下 一个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选举 在台湾民众党的未来来讲 是一个资源的缺乏 还是一个资源的挹注 传统观点 没钱你是要拥想 但是对广大的中间选民 痛恨金钱政治的朋友们来讲 越没钱我越要带你 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其实我想刚从博弈议员讲的话中 跟那个Uncle讲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是我觉得国民党 如果他现在开始要走 尊敬郭台铭这路线 真的要打从内心的来尊重 这就让我联想到一个 佛印跟苏东坡的故事 你心里想着什么 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那我觉得刚刚已经讲的很明显了 其实包含郭总市长的幕僚 包含洪安 那甚至是嘉欣 他们都在节目上讲说 其实郭总市长有亲自的要求 他们要在节目上说 之前他曾经问过 柯文哲市长需不需要什么资源 在民众党 柯市长说他不需要 接着呢 后来他们也直接讲说 那是不是需要相关的金钱的注入 柯市长也说不需要 因为我们选举的方式 是跟以往传统的 蓝绿的选举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你不听郭董事长的幕僚讲的就算了 连赵绍康赵先生都在节目里讲 那大家知道赵绍康先生跟郭董事长 其实两个人交情是非常好的 那都这么多人在讲了 为什么大家还是都不相信 尤其是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区块的一个质疑 我觉得在这边一定要呼吁 我觉得真的如果要胜选蓝绿对决 国民党要有一个体务是要尊敬郭台铭 要从打从心里的尊敬 而不是你们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就让我联想到佛应跟苏东坡的故事 但是当然我觉得在民众党的选举里面 我们在这个礼拜开始会有一波 我们区域立委北中南的一个名单 在这一周会公布 那当然很多人说 民众党现在好像没有柯市长当一个母鸡 因为他没有要竞选总统 那你们未来怎么办 当然小鸡除了要自立自强之外 我相信柯市长是政党的一个精神领袖 他绝对会push小鸡往前进 那另外一块我觉得大家也会关心说 那到底柯市长跟郭先生会不会后续在立委 或是在国会的这个目标上有一致的一个想法 我想绝对是有的 因为郭先生其实这几天 大家也看到他有意要把那个发言人 就是蔡清瑜 蔡清瑜到桃园的巴德对上陈学舍 郭欣怡到台中市中北区域对上陈智慧委员 还有不要忘记 钟小平同志 我们小平同志 先入口到我们的林口要对上洪梦凯同学 真的 这是真的 我那天打电话给他 真的天啊 不好意思不是爆料 小平的妈妈也刚过世了 那郑农村老朋友真的代表说 请这个老人家一路好走 那小平兄也节哀了 我在电话中就不好意思 问了一个比较政治的议题 他说无怨无悔 搞得就拚搞得了 Keep it 小平兄给你按个赞 不好意思打断你 对 所以我想在这个立委的选举合作上 我想双方都是有默契的 虽然总统的这个选举上 也许到最后大家有新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在立委这部分 其实我觉得目标是一致的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 如果国民党要先担心民众党之前 还是先担心自己比较重要 而且昨天高宏安在节目中也说 他们不断的运用大数据的分析 在对未来的国会的生态 可能的三党不过半 形成一个新的台湾的政治环境 在蓝绿二斗之外 让中间的希望给大家看到 他们也投入他们最擅长的大数据分析 Uncle 等我那孙女会再回来你 你昨天那么草率 很原谅我 吵算 我用吵算两个字挑战你 因为你在秀林的节目说 如果民众党 不算不好算 我整起来做不分析第一名 我被科粉吵到晚上一点钟 那私讯杨大哥明天沈医师会来 我会 你问他一下我会 我问了 如果答案不满意请怪他 不要怪我 来沈医师你重新讲一次 你秦斋公公你跟虚人 我从来不出这个事 你一天开口闭口叫我Uncle 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 因为昨天我在节目里头 平秀林的节目 大家都在集中讨论 因为科匹来不及去登记 他妈妈想要登记 他就是来不及也不想 因为他说我的能量不够 我当选了也没有用 这个是很坦白的话 政治人物可以说到这么坦白不容易 但是大家都集中在说 你民众党既然没有人选总统 那你这个民众党的气势就下去了 OK 平秀林甚至说你们都太乐观了 恐怕有5%吗 有4%吗 有6%吗 我说你们看错了 这个母鸡当然重要 没有母鸡当然比较不好 但是重点是在那个不分析名单 是否亮丽 因为大家投党的不分析的时候 要看一下 看里面有多少个对不对 看到这里有楼圆还是没有楼圆 我说如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缺点 你们都同意的话 这个是需要补足的话 那我可以 我的名字可以借给民众党用 但是你用要把我摆在第一名 因为不要摆在什么危险边缘 因为民众党的安全边缘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但是这也是个冒险 因为就是说我要对自己 有某种程度的自信 要不然可以说 你看像以前邱毅 就自高奋勇去做新党的部分区 结果也是松开了 如果你把我摆在第一名 民众都出来选择 你说你这谁有多假的 而且我要表白 而且我要表白我对这个名利 是不在乎的 我可以选完把这个成绩弄好 这个选择名单好看 我可以马上退党 我可以马上退党不干 就可以了 如果柯毅不相信我 说这就说好听的 到会当载了他都... 我甚至可以做到 我可以写一份切结书 辞职书 所以我退党 然后就签了 时间都签了 交给柯毅 所以柯毅 这张国民党以前很厉害 这张就摆在抽屉里头 对 放在我抽屉里 随时可以拿出来用 我随时拿出来 丢进去 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 所以沈亿市 我甚至可以 我甚至愿意做到这个程度 让柯毅释怀 但是以柯毅的个性 恐怕他也不太需要 我这样表态 但是为了让国会 将来不会被两大党的 不错误的政策 说我得到 你得到 然后就是硬干 就是那个多数的党硬干 那少了两三十的 也没办法 那种事情不再重复发现 而且这个要 站在一个大原则之下 就不能重蹈 这个阿拔的 这个陈水扁的覆车 就说你不能少是执政 不能说我没有过半 但是我就偏偏不跟人家合作 这一意孤行 我觉得一个第三党的票数 在不算太小的第三党 在里头制衡 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如果民众党 民众党需要我的话 这个对我来讲 比邦 那个郭董侯还简单 那个施宇应该立刻去call一个 市长跟老学长沈医师的一个见面 你们讲说将征立委奔去帝 那个征制要拿掉 征要拿掉 各位同学 征什么啊 不是征 是另外一个征 我有在征吗 要改一下 要改一下 另外一个征 不是 另外一个征 我博弈讲的讲法 博弈就是 他动算而已 他做没办法 他掉入科技 你们写这个东西 我也不怪你们 这个就是习惯的讲法 我虽然已经表态到不争的程度 他还给我讲真 应同要立刻改标 对 你看看 刚刚博弈我要回复他一下 他说这个盘是在盘整 别说别说 他不这样说 我当然交代 可以挑战省医师 没关系 真的是盘整 你看苹果 最近的民调的区块 里头的交叉分析 韩国瑜每一个区块 就年龄 就什么 没有一块领先 他原先领先的通通没了 50 59 60以上都输 这个还在下罪当中 他只要再丢三个百分点 我跟你讲 他都很难选下去 为什么呢 他会每天 念薪金也没有用 他说中华民国被我害的 还有他要去跟人家同框 去帮人家站台 大家看着贵 说你要来 不要来 如果他被同党的立委的候选人 都说你要来 你能走下去吗 OK 大家请坐 你看之前韩国瑜 跟区域立委 大家最为批评什么 不挂看板 可是现在看板的出来 不只是程学生 包括我们基隆 等等 我记得我所知道 最近陆续都要上 所以说对于国民党而言 韩国瑜就代表了国民党 国民党就代表韩国瑜 这一直是不可分辨 你不用说大家都了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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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开透明的话 我先不管会不会赢好了 这已经不是说会不会赢 就是只有我们前走了 除非说未来有发生什么 很重大的事情 但目前对于国民党而言 毕竟韩国瑜他就是公开透明的初选出来的候选人 如果用任何的手段把它换掉 在韩萨如果不是他情愿的情况下 国民党是无法交代的 你刚才讲说未来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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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没有讲过手段两个字 是他自己选不下去 这个跟手段无关 这个答案 大家的垃圾清一清 有婚外情我去够够 有个小孩我先趴回去 对不起 我不是讲韩市长 我不同意你这个讲法 因为连这个都不在考虑之内 他自然还在下掉 都不要 连这个都不要 他这个真自由落体 继续下降 OK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真的奉劝韩市长 务必谨慎 您个人失败 是一个人的失败 但是国民党的失败 或是对于整个国家的 一个所谓 稳健的总路线的挫败的话 不是你韩国瑜当得起来的 词